我们一脉的女子都是被男人害死的 连我娘亲也是生父亲所杀 可我不一样 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身外就长得丑 脸上长满了农包 不但我丑 我娘也丑 外祖母也丑 可她们的农包都没我的大合作 我长得越丑 越能看清男人们身上的光韵 有的是黄色 有的是金黄色 也有的是灰色 小娘再三叮嘱 我不能让外人知道我的异样 所以 我虽然是丞相府的小姐 过得还不如一个闭女 有时 我还懵懂地问小娘 她有那么多香金子 为何要在丞相府自讨苦吃 小娘叹息一声 望着院子中的桂花树 眼中是我看不懂的眷恋 小娘说 我们是离山老母的小弟子中的一脉 被换作四二运 听起来晦涩难懂 其实 我们是实打实掌管男人财运和官运的神仙 传女不传男 天道为了限制四二运一族在人间圈地为地 扰乱人间秩序 所以四二运女一脉皆冒丑无言 按理说 拥有大量钱财和官运 老娘有钱有权 人间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 可 二运女貌丑家恋爱恼 最终多数被男人害死 小娘刚解释 父亲就来了我们院子 她来得匆忙 官服还未换 小娘见父亲来 眼中亮起了点点星光 我看向父亲 只见往日的黄色光韵已经变得暗淡 成了青灰一片 下意识 我就觉得她来没有好事 紧紧拉着娘的袖子 小娘却将我推到父亲眼前 真儿 快叫父亲 我怯声声叫声父亲 尊贵地将成相皱了下眉 厌弃地不愿看我 急急地望向小娘的眼睛 小娘的眼睛生得很美 父亲倒是会挑着看 惠娘 地方泄露了 我需要大比银钱尽快成事 不然我们一家都死无葬身之地 父亲的青灰色光晕 我都看得一起二处 何况小娘 可她还是点点头 然后回到房间 我心下不好 我父从一届七品观拜改相 全靠我小娘耗尽命数 以才改命让她平不清云 眼下 我娘早已脱脱血气 又不肯伤害我负半分 这次要算出矿脉 定时拿命相叫 我拼命拍打小娘的房门 父亲怕我碍事 令人将我抱住捂住嘴 没一会儿 小娘脸色惨白地出来 告诉父亲 皇陵后山有一座金矿 一拿到想要的消息 父亲便一刻不多留 匆匆离去 小娘忍不住叫了句 燕狼 父亲充耳不闻 脚步更加急促 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我娘的视线中 父亲刚走 母亲如同被撕碎的纸一般 倒在我的怀里 她用紧声最后一口气 扭过头 眷恋地望着门外 她等了很久 等到她的身体 在我怀里一点点冷下去 一点点地软下去 直到了无声气 也没有等回父亲 我用力抱住母亲 抱得越紧 她的身体越冷 半年前 母亲每天都在告诉我 她要离开了 让我不要哭 可 当她的身体这么僵直 又这么软 她倒在这块心口上 我的泪水依旧如断了线的珠子 一次次淋湿我的手背 远处的斜阳英红阁楼 美得如同天宫 我的母亲再也看不见了 远处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伙人推门而入 直直闯进院子 我抬眼看 是丞相夫人 泪眼里 她穿得流光紧 波光凌凌 没有一丝褶皱 与我娘亲破旧麻布衣服 很是不同 可惜 她到底是小县官家的庶女出身 一夜全是滔天 也改不了小能小护理 妻妻争宠里 养出的穷蒜景和粗笔 她如常一把抓住娘亲的头发 嘴中狠狠大骂 一个丑妇 竟还敢勾着老爷 哪里来的脸面 每次父亲来小娘院子 丞相夫人总会将母亲折磨一顿 小娘总是会忍得疼痛告诉我 你爹也是不得已 不得已 不得已 全天下的父亲郎 都有自己的不得已 当真是不得已 还是骗你人的说辞 她自己心知肚明 死人了 这个丑妇死了 她死了 丞相夫人吓得大惊失色 她不管体面的大喊大叫 暂把我从痛苦里拉了出来 她像是碰了什么脏东西 用帕子狠狠地擦了守命令下人 这丑东西害我被姐妹们嘲笑好久 死了也清静 拉去乱葬岗扔了 下人们七手八脚地拖着小娘的尸体 我疯了一样扑在小娘身上 护着她的尸体 将要拉我小娘的手狠狠咬了一口 压住她 赶紧扔 我被两个婆子压住 眼睁睁看着小娘像死狗一样被拖走 我恨毒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这一屋子白眼狼 却吸附在我的母亲身上 吃了她十几年的肉 喝了她十几年的肉 甚至连她最后的骨血都不放过 我在被丞相夫人上了锁的院子里 断食断水 无人问津 我饿得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感觉要随母而去时 后的房门被推开 我定眼一看 近来有一个倒是打扮的人 一进门 她的小眼睛就鼓咕咕乱转 猥琐至极 大小姐可需要老道的帮助 我支起身体 没有理她 这个烂人 话成灰我都认识她 她本是父亲的座上宾 当年父亲还是一个芝麻官士 就是她说我母亲天生异能 可帮父亲成就大业 因此父亲捏着鼻子哄骗母亲 装作深情的样子 可母亲进了府 父亲生了关后 她就各种暗示器械来凌辱母亲 变态又恶毒 见我不理她 她也不恼 放下一个石盒就离开了 半夜觉得自己快死了 又想起了小娘 眼泪扑素素流了出来 哭完后 我用尽全力打开石盒 狼吞虎咽起来 我不能死 我得为我娘报仇 我要她们陪葬 母亲是怎么撑起整个丞相府的 我就怎么给她毁了 夜幕已深 月光佼佼 院子中的那棵桂花树之鸭 伸出了墙外 在月色下泛着香气 看着那棵树 我呼得心生一记 爬上桂花树翻墙而顿 我按着记忆群去了外祖家 开门的小司翼见我 又将门关上 差点撞了我的鼻子 正当我犹豫 要不要再次敲门时 门打开了 小娘的妓母走了出来 笑音将我接了进去 命丫鬟上了一盘百真楼的糕点 我饿极了 却也记得小娘对我的教养 忍着恶仙给祭祖母行礼 她坐在我上侧 真儿 这更深入重的 可是丞相大人有什么吩咐 我摇摇头 告诉她 小娘已经死了 我也是逃出来的 她文言皱了皱眉 将我糕点推到我面前 用眼神示意身边丫鬟 丫鬟里面出去了 我也看到了这个老妇的口型 去找丞相 心下一冷 唯一剩下的对亲情的稀记 烟消云散 借口肚子疼 刚跑到后院 就被人按住 五花大绑 送到丞相府 在府底 自母亲过世后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 她一改之前的灰暗 整个人被淡黄色的光运包围着 母亲用最后一口气换来的矿脉 让她又回到光运横通 顺遂疏心了 父亲双手背在身后 冷眼看着敌母 狠狠用藤鞭打在我的身上 在我奄奄一息时 父亲叫了停手 她弯下腰 在我耳边问 真儿 你可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 我咬紧牙关问 总觉得饿算吗 丞相大人直起身 看向他身后的老道 老道的小圆眼盯在我身上 看得我额头直冒冷汗 生怕他拆穿我的谎言 老道摇摇头 父亲得到回答后 甩袖离去 我长出一口气 整个人贪婪在地上 知道父亲问的是什么 也知道 小娘一生的悲剧就是由此而起 我不能告诉这个冷心冷干的男人 不然我将重蹈小娘的覆辙 狄母见父亲离去 不知何意 手中的藤边 不知怎么处理 只能开口询问 老爷 这儿这丫头 父亲头也未回 风烧过来他的话 你看着处理 是处理不是处置 嫡母眼睛一亮 带父亲走远 令人将奄奄一息的我 扔进一座破庙 像是扔掉一条死狗 躺在地上 我心中没数了537下 老道走了进来 给我喂了一颗药丸后 尝他一口气便离去 他离去后 风声狂笑 下雨了 随着药效发挥作用 我也保住了性命 我赌赢了 老道一开始给我送饭时 我就知道他不会让我死 虽然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 可我直觉他不会让我死掉 破旧的四 妙四处都是漏洞 雨水灌了进来 我费力地爬到供桌下 迷迷呼呼昏睡了过去 我梦见了小娘 她说她好冷 在下面居屋定锁 孤魂野鬼总是被人欺负 小娘 小娘 我大叫着要抓住她的手 可她还是消散在了我的视线中 眼角的泪还没来得及是去 就听到一声吏喝 谁在那里 一是寂静后 我听见脚步声朝着我的方位逼近 供桌的布被挑开 一个圆脸丫鬟 紧紧握着一根发簪对准我 四目相对 我俩谁也不敢放松警惕 忽然一个月儿的女生想起 皮儿 小丫鬟一脸警惕地瞪着我 小姐 是一个受伤的女子 我连忙插嘴 小姐 我没恶意 只是在此躲雨 那位小姐走了过来 蹲在我面前 仔细打亮我身上的伤口和眼睛 随后和皮儿合力将我抬出去 雨已经停了 皮儿从包袱中 拿出一件绸缎衣衫 扑在地上 让我躺上去 那位小姐从包袱中 拿出一瓶药粉 撒在我的伤口上 就离去了 待她离去后 我后悔自己 还未问恩人名讳 重新回到京城 我将小娘给我寻来的贴身玉佩 塞给玉楼掌柜 某了个在后厨打杂的伙计 玉楼是五皇子的产业 五皇子和二皇子 是当今争处的热门人选 父亲一直为二皇子谋划 于是我选了五皇子 所有人都已经下宫 就着月光 我将干水倒完 坐在后门口气喘吁吁歇息 一个女子亮亮呛呛跑来 她浑身是血 熟门熟路地跑进玉楼 看见她的脸 我连忙关上门 随她进去 恩人 我轻轻叫了一声 她浑身颤抖 似乎已经认不出我 我连忙将她扶着坐下 讲述了她在破庙救我的经过 她才恍惚地点点头 忽然她嘴角吐出一口黑血 这是中毒制身的表现 我急忙要去请大夫 却被她拦住 她苦笑着摇摇头 死死拉住我的手 死了就解脱了 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竟要一心求死 只是眼泪扑苏的掉落 这么善良的姑娘 到底被谁折磨成这样 她比眼前从头上拔下一根金簪 想要递给我 可手悬在空中便垂了下去 金簪掉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头歪在椅子上 再没了声息 我捡起金簪 一阵伤感 忽然传来紧促地敲门声 没敢出声 我敲门一到门口 从门缝开向外面 见是皮儿我才放下心来 皮儿一进屋 看见小姐已经去世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从皮儿的哭骂声中 我才拼凑出大概的故事 原来这位小姐 竟是嫁给顾明朗的朝规公主 也是五皇子的同胞姐姐 陈飞为了战北王手中的兵权 能为五皇子所用 即使顾明朗妾室成群 人体顽劣 依旧将朝规公主嫁给了她 只因为她是战北王唯一的儿子 我递给皮儿一方帕子 让她别哭了 恩人已去 当务之急 就是要将恩人送回去好生安葬 不可让她死后也不得安稳 在我说完 皮儿将擦泪的帕子撕碎了 双互怒争 我家公主是被顾明朗 和柳七七那件人害死的 他们只会污蔑公主 并不会让她风光大葬 皮儿恨得咬牙切齿 我拿出公主死前给我的金簪 我可为公主报仇 你可愿助我 皮儿抬起头 不解道 你为何 我将金簪插入发迹之中 点住面容 身材与公主相差无几 低声道 恩人救我一命 我理当为她报仇 况且我也有自己的目的 许久后 皮儿点头 好姑娘 公主当日没救错你 只要你能为公主报仇 无论你什么目的 我都不会过问 夜色中 我与皮儿将公主埋在山脚处 再从乱葬岗拉来一具尸体 扔进玉楼 一切都归之好 我点燃一根蜡烛 将脸靠近烛火 被炙烤得脸疼的钻心 紧紧捏着皮儿的手 在我疼得要昏死过去时 一把将竹台打翻 从此 黎真死在了大火中 朝规公主被大火灼伤了脸 容颜不在 战北王府 等我醒来时 脸上火辣辣的疼 皮儿端着药 在我身侧抹眼泪 听见我醒来 连忙上来扶住我 你何必呢 我想冲她笑 可脸上的家乡被面具固定住 扯不出任何表情 好在皮儿懂我的意思 连忙报 你别说话了 你受的这些苦我都记下了 放我欠你的 只要为公主报了仇 我省心不少 在皮儿的帮助下 如今我将朝规公主学的石丞相 并与这天 陈飞派了扶墨墨前来探望 带来了许多养颜的膏药 和一个南木匣子 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养好脸 绑住顾明朗的心 我淡淡地说知道了 扶墨墨走后 皮儿催了一口 娘娘也推偏心 眼中只有五皇子 真为公主不值 他骂着骂着就哭了 我打开扶墨墨带来的匣子 里面是各种让人脸红的侧子 是啊 十指五月 百花争宴 路过鲤鱼池时 听见有琴声传来 顺着琴声 我看见亭子中意 穿着红色舞衣的女子 赤脚踩在花瓣上 翩然起舞 扶琴的女子身着黄衫 与跳舞女子有气氛相似 一个贱眉男子 歪坐在十几前 喝着酒 好不惬意 她的周身 围绕着浓郁的黄色光韵 想必这就是顾明朗 我刚要动身上前 皮儿死死地抓住我的袖子摇摇头 低语 那是战北王世子 红衣那位是柳七七 黄衣那位是刘鸟鸟 柳七七和刘鸟鸟 是一对姐妹花 也是顾明朗最宠爱的一对妾室 朝规公主所受的罪 少不了柳七七的手笔 她头顶的黄色浓郁 显然官运亨通 也是战北王唯一的嫡子 已然是人中龙凤 只是公主受尽折辱 她却依旧肆意张扬 这不公平 就像小娘死了 并不能让丞相大人的官运有所颓败 我拍了拍皮的手 安慰她 既要报仇 怎能不去摸清敌人的脾性 说吧 我拍了拍手 琴声终止 柳两摇起身形了个礼 柳七七惊叫一声 则往顾明朗身边一歪 阿朗 鬼 鬼啊 顾明朗搂住她的蛮腰 眯着眼看着我 随后一杯酒水泼在我脸上 哈哈大笑 青天白日哪来的鬼 再说有本世子在 哪个鬼敢来吓你 柳七七拍了拍胸口 阿朗就会取笑我 懒得看这对狗男女意外 我用帕子擦脸上的酒水 走到十几前 用手撑在二人面前 黑心事做多了 总会被恶鬼缠上 阿朗 你看她 顾明朗的剑梅竖起 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毒妇滚下去反思一月 没我允许不得出吴童院 柳七七得意地看着我 身子往顾明朗身上 靠得更近了 这一巴掌很疼 可比起我要做的事来说 不算什么 下一秒 我反手扇了顾明朗一巴掌 力道之大 震得手掌发麻 这才叫毒妇 一向委屈求全 在府中毫无存在感的公主 如今镜像变了个人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连顾明朗都一时没了反应 倒是柳七七第一个反应过来 捧着顾明朗的脸仔细检查 剑除了巴掌印外 没有大爱后 跑到我面前开始发难 来人 将这个不敬夫君的剑人加法处置 我从容的挺之几两 居高临下的看向柳七七 本宫是皇上清风的朝规公主 你一个妾室不敬主母 该当何罪 拿出一颗药丸 塞进了柳七七口中 柳七七大惊 拼命抠着喉咙 却怎么也吐不出来 美人狼狈 我抱着手欣赏这美景 顾明朗眼底阴沉 好似才认识我一般 柳七七急了 扯着顾明 朗的衣袖 一副害怕的模样 阿朗 来人将公主请到祠堂 没我的允许 不得任何人探望 下人走上前来 我甩了甩衣袖 本公主自会走 我被关进顾家祠堂 索性坐在蒲团上 闭眼假妹 皮儿着急的在外面叫我 我只是嘱咐她 别担心 回院子准备一桌佳肴 柳七七被我下了药 找不到解药 当然会让顾明朗前来找我 而这正是我复仇的第一步 等到黄昏 顾明朗才携手柳七七前来 柳七七掐住我的脖子 满眼恐惧 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毒药 为何太医都整不出 我一脚将她踹翻 只是盯着顾明朗 世子就是如此求人的 想来顾明朗被柳七七哭烦了 居高临下地捏住我的下颌 你要怎样才能交出解药 我环顾四周 世子打算在列祖列宗面前 宠妻灭妻 顾明朗也觉得不合适 随着我去了我的院子 柳七七被皮儿拦在院子外面 余下我和顾明朗 我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一口气喝完 顾明朗没了耐心 皱着眉头 朝规 你到底玩什么把戏 我轻轻一笑 朱唇微起 世子难道不想做出一番事业 让战北王立眼相看 京城谁都知道顾明朗是个顽固 只是投了个好胎 可我不信 一个男人能没有野心 没有欲望 甘愿屈居人下 果然听完我的话 顾明朗脸色突变 恶狠很瞪着我 你再瞧不起本世子 我连连摇头 装作一副委屈的模样 朝规虽微公主 可归登结底也只是一个弱女子 世间女子谁不想与夫君情色和谐 朝规如今容貌尽毁 日夜噩梦连连 生怕被世子咽弃 只能在别处帮夫君 顾明朗见我说着贴心的话 态度好转了些 也是 哪个男人不爱被捧着哄着 你有何本事帮本世子 我知道二皇子金矿的具体位置 你如何得知 我天生双眼异于常人 能看到旷迈 顾明朗思索良久 那你为何不告诉五皇子 你不是最疼他 我苦笑 从前我没第二条路可走 如今有了夫君 也便有了依靠顾明朗强装镇定 可他微微发抖的手出卖了他 战北王本就拥兵自重 若再加上大量钱财 坐上皇位都未必不可 良久 他拉着我的手 看向我的眼睛 好朝规 若我功成名就 必不赴你 说着就朝着床榻走去 我露出惊喜的目光 随后又低下头 我现在丑陋不堪 待我容貌恢复在顾明朗喜灵夜 这是最近皮儿告诉我的 也是朝规公主说的那句解脱了的原因 我话还没说完 顾明朗松开我的手 大步走到门口 无论你容貌如何 我都不会赴你 看着他急不离去 我冷笑一声 对男人来说 女人只要有用 哪怕再瞅他 也会违心说着甜言蜜语 前后不过两天的时间 顾明朗就探清了我提供的消息 彼时 我正在花园听柳七七的咒骂 顾明朗急匆匆走来 难掩兴奋之色 柳七七看见顾明朗 停止了对我的咒骂 泪水在眼眶打转地奔向顾明朗 顾明朗错开他 朝着我走来 余下柳七七震惊 不解的眸光 顾明朗拿起我正喝的茶杯 一眼而尽 朝规 我有事和你说 我被他拉起 朝着我的院子走去 刚走两步 柳七七跑上前来 从后面还住顾明朗的腰 阿朗 他是毒妇啊 你莫要被他蛊惑 柳七七想让顾明朗想起那天的事情 对我产生厌恶的同时 也记起我还未给他解药的事 哪知顾明朗不耐烦地剔开他 从前是我将你宠得太过 以至于不知道尊卑 公主也是你可以辱骂的 来人 拖下去 禁足时日 看吧 对男人来说 哪怕再喜欢的女人 也不过是玩意 都要给自己的野心让步 回到我的院子 顾明朗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朝规 二皇子的金矿 已经被我安排人截虎了 你不是可寻矿卖 能否帮我找做隐蔽的铁矿 我心动暗笑 这么沉不住气 金矿还不够你绸缪的 竟还想打造兵器 真不怕一口吃太多夜死 我不说话 低下头 顾明朗以为我不愿 一把将我抱住 朝规 我是爱你的 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你放心 朝廷开发的差不多了 落着隐蔽的 需要的矿者的 一碗心头洗血迹 血迹 还得是心头血 那岂不是要命 顾明朗文言冷静了下来 缩了缩脖子 我点点头 他的魔光淡了下去 刚才的温情 已然消失得一干二净 室内只能听见 我们两人的呼吸声 大带过了时期 顾明朗似乎很是不甘心 开了口 可有其他法子 有是有 不过文言 他眼睛亮了 又拉起我的手 不过什么 只要不是要为父的命 我都能办到 就等他这句话了 需要三位女子的血肉引路才可以 听到我说 不是要他身上的任何东西 顾明朗长出一口气 一副不在意的表情 这还不简单 府上这么多丫鬟 我戳出他紧握的手 万万不可 可不是随便的三个女子就行 铁鼠杨金 需要三个阴火命的女子才行 阴火 第二天 顾明朗一大早就出门 去了附近的道观 清明关 顾明朗才出门 皮儿就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 满头大汗 姑娘 柳七七是顾明朗的妾 生死都有着他 既外祖母 不过是个父护家的主母也好说 难的是吴婉柔 毕竟他丞相夫人的身份放在那里 不过 这不是我要操心的事 我捧着大量的审讯奇迹 认真研读 我要想好他们三个到我手中 怎么折磨他们才好 是尸指负面好呢 还是一刀一刀零耻耻好呢 好难抉择 过了小半月 一个深夜 顾明朗忽然来到我的院子 我匆忙穿戴整齐 随着他去到一个庄子 庄子在京城的边缘 本就人烟稀少 到了深夜 除了田间的曲曲叫声 只能听见我们两个的角度声 庄子中的一个柴房外名着 有二十个士兵把守 暗地里多少我就不得而知 到了柴房门口 一个士兵给顾明朗汇报事情 我拾去的推门而入 就看见柳七七三人被绑着 扔在地上昏睡 柳七七第一个睁开眼 原本柔弱的美人 如今狼狈不堪 她如动着身躯骂我 你这贱人 竟敢害我 柳七七滑溜溜的脸蛋 真美啊 可惜没长脑子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你以为顾明朗 会为了你放弃一切吗 柳七七猛然摇头 催了一口 呸 阿朗若不爱我 怎么将你这个公主任我折磨 当初我就应该 很点直接弄死你 是啊 我还得感谢你 让我被吓人磕带 被你每天用带道沟的皮鞭 抽上五十鞭取乐 被你派到荒无人烟的荒山 替你找草药 被你为了讨好顾明朗 满足她的变态癖好 被乞丐凌辱 所以我打算让你 享受到我的谢意 当我得知 安任曾被这件人 如此做件事 我就决定好定 让柳七七不得好死 柳七七看着我 恶狠狠的表情 有些怕了 大声呼救 安朗 救我 我哈哈大笑一声 眼泪都笑了出来 你以为没有顾明朗的同意 我能把你抓到这里 杀人诛心 似乎为了证实我的话语 顾明朗推门而入 皱着眉头 招规 你怎么把他口中的 她这样大喊大叫 若是坏事了就不好了 我低眉顺眼道 毕竟妹妹曾受夫君恩宠 我怕夫君后悔 顾明朗不满地看着 我都说了 本狮子定不负你 不过一个妾室 交给你处理 柳七七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我已要做法三天 且不能让人打扰为借口 将顾明朗支走 柴房的门搁吱被关上 也关上了这三个女人的生路 柳七七自知凶多吉少 忽就服了软 哭着求我 公主 我错了 可这一切都是事子让我做的 她要搓你的锐起 省了以后 顾家被陈飞摆布 呜呜 您就饶了我吧 要我当牛做马都可以 安人当初 被脏兮兮的乞丐 当着顾明朗的面凌辱 当着下人的面挨皮鞭食 也哭着求过吧 可他们放过她了吗 世间女子不义 本不该为难女子 可他们几个该死 将折磨女子 作为自己成功的得意作品 他们该死 丞相夫人见状 呜呜地想让说话 我取下她口中塞着的脏麻布 公主 我与您无冤无仇 您若放了我 我定将齐燕竹的动向汇报给您 求求您不要杀我 她说着 下身失离一片 发出阵阵骚臭碗 齐燕竹 是我那薄情的丞相父亲明慧 我默默看不出容貌的脸颊 只想笑 丞相夫人当初欺负我小娘时的跋扈 怎么不见了 竟然如一只丧门之犬 一般求饶 我将自己可怖的脸 凑近丞相夫人 夫人可真是贵人多往事 我小娘可是被您亲自吩咐丢去的乱葬岗 您说 我们算无冤无仇吗 你 你是齐真 她震惊地看着我 不 我是黎真 现在是朝规公主 更是要你命的恶鬼 黎是我小娘的姓 文言 三人表情不一 丞相夫人与祭祖母充满恐惧 柳七七则是震惊后开始大喊 她不是公主 她是冒牌货 阿郎你们都被骗了 门口传来有士兵远去的脚步声 可我不在乎 我是朝规也好 是黎真也好 只要我能帮顾明朗成就大业 我是谁又有什么关系 她不会在意 甚至会庆幸我不是朝规 那样她就能彻底让我为她所用 我风轻云淡地告诉柳七七 叫吧 大声叫 今晚咱们的账慢慢清 一个一个来 别着急 这三天 我很忙碌 亲手用带字的鞭子 将柳七七活活抽死 再一刀一刀割下丞相夫人的肉 至于祭祖母 我给了她一个痛快 一匕手从她口中插到后脖梗 三天后 顾明朗带着人推开柴房的门 看见满地的血液和碎肉吐了 我也累了 给她指了个地方 她没多问 直奔铁矿而去 我回去睡了两天才缓过劲来 期间噩梦不断 柳七七他们变成了 厉鬼张牙舞爪的要掐我的脖子 我问平儿 我是否太过恶毒 平儿摇摇头 不狠点 怎能在这世间存活 公主当初就是太善良 以至于失了性命 我们女子的对手实在太多 有男人也有女人 这条路本就艰难 虽然报仇了 可我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最大的对手不是女子 而是那些掌控人生死的男人 比如我父亲 比如顾明朗 比如五皇子 得了金矿和铁矿的顾明朗 一时间暗地里全是陶天 他身上的光韵也成了明黄色 他高兴 我也高兴 因为我发现 随着顾明朗的光韵月黄 只要他在我这里过夜 我的脸好似一日好过一日 最终长成了一个貌美的样子 为了掩盖 我隔三差五前往清风关 一去就是一天 人人都说清风关显灵 给了朝贵公主一副好容貌 一时间清风关备受追宠 连二皇子都常驻清风关为名其福 其实 不过是我可以将男人的二运化为己用 就像小娘当年用自己的命运 给父亲去了官运那样 我比小娘自私 我不愿给予 只愿意汲取 三月后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丑女 看着铜镜中自己的盛世美颜 我不禁入了神 顾明朗来时 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花生素 以前还在丞相府时 小娘虽然有钱 可因着我脸上的笼包 不让我吃含花生的食物 如今 我这张脸已经好看到极致 可以弥补当年的遗憾 顾明朗咳嗽不断 却满脸宠溺 朝贵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花生素 我朝篇看了一眼 他退了出去 我笑着打开油纸 捏出一块品尝起来 顾明朗眼眶发黑 整个人比三月前瘦了一大截 两甲无肉 他身上明黄的光运 已经笼罩了灰气 这是二运不顺 我静静地吃着花生素 等他开口 嗨嗨 朝规 万事俱备 只是兵器还缺 你能否 据我所知 顾明朗已经囤兵十万 一座体矿确实不够用 我脸色难看得摇摇头 小心翼翼看向顾明朗 夫君 我异能以失 闻言 顾明朗一把夺过我手上咬了一半的花生素 朝规 你是开玩笑的对吗 他的反应让我害怕 我的眼泪在眼眶中直打转 夫君 别这样 我害怕顾明朗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镇定下来 换上温和的口吻 别怕 我只是太急了 你也知道 如今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真的没同我开玩笑 我捶着泪珠 郑重地点点头 随着我点头 他的脸渐渐沉了下去 夫君 我容易能换了容貌 我怕你有一天会因为我丑陋气我而去 我抱着顾明朗 抽抽耶耶 吸收着他最后一丝耳云 他一把推开我 无知妇人 蠢货 我装作不懂的样子 只是哭泣 顾明朗叫人抓住我 他亲手抽出一把匕首 在我脸上滑了下去 冰凉的刀尖刺破我的皮肤 渗出血液 我闻到了自己的血液味道 却还是装作不解的样子 夫君 你这是要做何 做何 我定不会让你个贱人坏我大事 既然你拿异能换取容貌 那容貌毁了是不是就有异能了 我心下暗笑 看着顾明朗身上的光运 已经变为黑色 可是你说过不负我 无论我何种样子 难道你都是骗我的 我瞪大双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女人不过是玩物而已 说着顾明朗栖身上前 恋怒疯狂地拿着匕首 在我脸上滑 疼痛让我不禁大叫 忽然门被一脚踹开 二皇子穿着一身白衣 整个人如同仙人一般 光风际月降临在我的眼前 皮儿跟在他身后喘着气 皮儿身侧还站那个板着脸的男人 黄姐 二皇子叫我一声 我就闭着眼昏倒了过去 昏过去前 我看见顾明朗脸上的疯狂之色 皮儿剑徒从将相蒙都搬上马车后 扶着我上马车 我深深看了眼战北王府 扶着头上的金簪坐上马车 恩人 我给你报仇了 顾明朗养了十万大军 意图谋反 其间蔑视皇家威严 虐待朝规公主 被二皇子发现后 丧心病狂的连二皇子都要杀害 好在二皇子为名其福 慈心忍后 给上天清风关神仙保佑 偶遇敬畏维统领相伴同行 这才逃过一劫 九楼茶馆 到处都在不厌其烦地讲着这个故事 而故事里的当事人 正坐在清风关的客房中品名 二皇子用帕子擦啊擦 我粘在唇盼的水渍 真儿 父皇已经下令 这战北王立刻回京 顾明朗图谋不轨 一旦战北王回京 立刻诸九族 我服了服身 吸二皇子救命之恩 二皇子牵着我的手 扶我起身 若不是你当时在清风关救我 我早已不知魂归何处 他说着目光灼灼 美救英雄的戏码 不过是我自导自演的罢了 当初我容貌日渐好看 为了掩盖去了清风关 其实也是打听到二皇子在清风关 也是设计了这一场戏 人人都道 二皇子在清风关为名其福 其实是在与我谈情说爱 一开始他知道 我是他心患的面容的黄解石 又震惊又失望 可我告诉他我并不是朝规 朝规已经被人害死了 他难言喜意 捧着我的脸直道 难怪 我就说这世间怎会有让人换了容貌的骑士 你弄我弄使 二皇子说会安排招归假死 给我换了身份 接我入皇子府 和我白头偕老 此时我问起 二皇子何时兼奴家禁服 他面色不自在 好真儿 若你如今出世 陈飞和五皇子避起疑 还得委屈你一段时日 我摸着脸上的刀疤 二皇子是嫌奴如今相貌丑陋吗 他愣了下 随后摸 这我的头发 这儿别乱想 我自是最心悦你的 只是如今时机不变 我委屈地看向他 奴等着你 离开清风关 我换了一身男装 便去了大牢最底层 底层关押的都是重刑犯人 这里设有单独的刑具 顾明朗被关在这里 一是因为他犯的是谋反的重罪 二是为了封闭消息 不让战北王得到任何信息 牢里的重刑犯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这是不许问的 所以当我见到顾明朗时 他躺在潮湿的草堆上 有老鼠在他身上跑来跑去 他再无当年的义气风发 我身后跟着两个狱卒 其中一个打开门 踢了踢他 醒醒醒醒 我给狱卒塞了个荷包 狱卒暗自颠了下 表里不一道 公主万万不可 你们拿去喝点酒 谢公主赏 二人谢恩 我在一个狱卒耳畔而语了片刻 他就匆匆离去 另外一个狱卒站在我身后 我当着顾明朗的面 摘下围帽 露出脸上已经结痂的疤痕 顾明朗看见是我 从刚那种呆滞的状态中回过神 扑上前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含糊不清 见人 从他张开的嘴巴 看得见他的舌头被割去 想来二皇子还要保住我如今公主的身份 狱卒一脚踹在顾明朗腹部 他摔倒在地上 我勾着唇 夫君 你不是说定不负我吗 我如今来看你 你不开心吗 顾明朗似乎从我的语气中 感知到我要做的事情 将身子拖着下要远离我 哦 夫君你怕我干什么 我拍了拍手 刚走了的那个狱卒 带着五个灌了药的死刑犯走来 我被人面色潮红 眼睛红得快要滴出血 我退出牢房 狱卒将五个死刑犯赶紧去后 锁了牢门 顾明朗的咒骂声 逐渐变为了惨叫声 乌叶声 心中竟然十分快活 顾明朗不是喜好凌辱女人吗 那就让他常常被凌辱的感觉 回府的路上 我一直闭目养神 忽然马车停下 皮儿在车外解释 公主 丞相府娶亲 路边围满了百姓看热闹 马车不得行进 丞相府娶亲 瞬间我便想通了 齐燕竹的发妻被山贼杀害 他可不得再娶 只是 这次娶的又是 哪位为他试图添砖加瓦的女子呢 马车反正走不了 我戴了帽帽 跟着百姓去凑热闹 到了丞相府门口 我拿不出情帖 人士将二皇子送我的玉佩递了过去 齐燕竹亲自出门迎接 他穿着喜服 面色红润 身上的黄色光蕴十分明亮 他拱拱手 不知贵客到来 有失远迎 我不语 心下暗想 父亲若知道他面前的人是他女儿 该是什么样的脸色 进去后 我四处张望 果然看到坐着喝酒的二皇子 他正和身后一个小丝 眉目传情 任是眼瞎都看得出来 这小丝是其四宝女扮男装 这就是男人 永远的喜心厌旧 表白时说的情真意切 翻脸时毫不留情 觉得没意思 想要离去 就听到有人大喊 新娘来了 新娘来了 新娘穿着喜服 盖着喜帕 我看不清她的长相 可莫名觉得有几分熟悉 夫妻对拜时 一阵风吹来 我看见了新娘的脸 即使化成灰我也认识 我和她说起 承乡继夫人是刘鸟鸟的事 她也很惊讶 说起来 我杀了柳七七后 便没怎么上心过柳鸟鸟的事 只是一心对付顾明朗 如今细想起来 柳七七死后 柳鸟鸟就再没出现过 难道说 柳鸟鸟和柳七七 其实一直都是 齐燕竹安插进来的人 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 柳七七挑拨公主 与顾明朗的关系 这样顾明朗 就不会一心站在五皇子那边 可 柳鸟鸟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正在我苦苦思索之际 陈飞派了福默默带来口信 陈飞娘娘为自己寡居的女儿求了和亲 以解皇帝的燃眉之急 公主 战北王明日就回来了 战北王府一命与五皇子结了仇 五皇子失去一大助力 娘娘希望您前去北龙和亲 给五皇子提供助力 这句话给我提了醒 也懒得计较 陈飞再次卖女儿的行为 战北王手握军权 他真就如此忠心 假如他儿子被杀 儿子的宠妾跑出来说是皇家阴谋 那么他就事处有名 骗了世人也能骗得了自己 齐燕竹从来不是贪色之人 他只是一心最新权力 如果他娶了刘鸟鸟 那么战北王想活命 就只能战队二皇子 思极慈 我派人盯住丞相府 果然 深夜 战北王夜访齐燕竹 我乔装打扮 去寻二皇子 他也不在府中 第二日 天还未亮 我就让婷儿给我洗了头发 打扮后进了宫 第一次见皇帝 他眼底乌青 双目有着红血色 见我来他眼睛亮了 朝规 我儿受苦了 若心疼我 怎不早来关心 我哭哭啼啼 诉说在战北王府遭受的欺辱 说战北王一家 压根没将皇家放在眼里 我只想找个道观清修 为父皇和大梁祈福 那杜鱼生 哭着哭着 我就趴在了皇上的膝头 他的手扶摸着我的头发 郑的女儿 郑定会为你 责个好夫婿 谢果恩 我借口思念母妃便退了下去 来到宫中 难免要去陈飞娘娘宫中 福嬷嬷领着我 进了陈飞娘娘请宫 她见我一喜 却在看到我脂粉 都掩盖不住的刀疤时 皱了皱眉 母妃 不碍事的 我本以为她慈母心肠 却被她下一句话 再次喊了心 你父皇打算派你去西荣和亲 你这容貌 笼络不住西荣可汗的心 怎帮子儿 幸亏 公主听不到了 难怪 老皇帝和陈飞见到我都眼前一亮 这哪里是见女儿 给陈飞请安 她一进来 陈飞就安排人 给她盛上了微好的羊乳 目光中都是母亲的慈爱 五皇子见到我的脸 也皱了皱眉头 阿姐 你这可怎么办 我摸着脸上的刀疤 我觉得挺好的 少了许多事 以后能亲生不少 五皇子沉了脸 阿姐 若我能成事 必能护你 可如今你若亲生了 我们母子三人的性命 不就被人捏在了手里 我拍了拍五皇子的肩膀 放心吧 我会去和亲的 真的 陈飞和五皇子一口同声 掩不住的喜悦一出 陈飞拉着我坐下 我捶了捶颤酸的腿 点点头 福嬷嬷也贴心的 给我上了一杯茶 二皇子的黄色光韵 比五皇子更浓 我这弟弟要成事可不容易 回到府中 没多久 二皇子从后门低调进来 二皇子 我努力装出娇羞的样子 他却黑着脸 今天的事是你做的 我笑起来 天真的问他 是不是来给我奖励 他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蠢货 让一个这么骂我的 还在监狱里 享受五个壮汉的服饰呢 无论心中怎么想 我都得把戏做足 二皇子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原本我与其丞相商议 以虎服务条件 让湛北王同我去亲军策 逼得父皇缠位 一道好 直接让父皇昏迷不醒 我以为皇上昏迷后 湛北王的事被压下来 能帮到你 他捏住我的下颌 我的脸颊又伤疤裂胎 腾落直吸气 别逼我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 哭我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我甚至还有空想 哪边先落泪 更加动人 你若想杀我灭口 我也甘之如頤 说完我养其脸 闭上眼 两行青泪鼓鼓滑落 他的手一僵 你说了什么话 我都看到了 你与丞相家的狄小姐 想来二皇子府 不是便要有女主人了 既如此 你何必招惹我 不是的 真儿 齐四宝是齐丞相的女儿 我不得不娶 那我呢 他沉默 我可以让你拥有 除了正气之类外的任何东西 既如此 还请二皇帝离开我这寡妇的府邸 你自己好好想想 见我一脸坚决 他甩了甩衣袖 走了 权势和爱情 男人永远分得清主次 好在 我也可以 皇帝 昏迷不醒前 下了一道命名 令五皇子监国 这如同一个信号 五皇子更得圣心 不出意外 五皇子就是将来的皇帝 二皇子急了 借着冲喜的名头 娶了齐四宝 我的嫡妹 婚事很急 因为皇帝身体状况不容小觑 随时有可能并天 二皇子大婚 听说红装实礼 好不热闹 我静静地喝着茶 撇去上面的服茶 皮儿不解道 公主不伤心 何来伤心 二皇子对您那么好 我以为 以为我心悦于他 他点点头 他若真对我好 不会让我一个人寡具在这公主府 想要得到一个人 就会有千万种方法 可他还是推辞 因为他从没想过让我进府 他只是 要我借着朝规公主的身份 替他探听五皇子的事情罢了 啊 可我看二皇子对您的爱慕 不似作为 爱我是真的 爱别人也是真的 爱全是更是真的 归根结底 只是爱自己 我没将这句话说完 因为皮儿还小 我不想他和我一样 永远活在无碍的环境中 二皇子大婚之日 公主府中来了个不速之客 流鸟鸟行了礼 丞相夫人前来所谓何事 我咧着嘴 刻意咬中丞相夫人四个字 他四处张望后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求公主救命 哦 本公主寡居在府底 何谈救命 流鸟鸟捂着肚子 咬了咬牙 我腹中已有二皇子的骨肉 我相信这对公主有用 我直起身 来了兴致 多么稀奇的一幕 我的镜骨怀着我拼头的孩子 咋咋咋 皇帝不行了 五皇子为了防止战 北王反扑 快刀斩乱麻 判了斩立绝 顾府倒了 五皇子与二皇子的斗争 也到了白日化的地步 而我 悠哉悠哉的练起了书法 写完最后一张字 还是不满意 于是甩甩手腕 打算进宫探望探望我的好弟弟 到宫中时 五皇子正在臣妃处用五扇 上好的血验和各种药扇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见我来 臣妃难得地拉着我的手 摸着我脸上的疤痕 朝规 等则继位 母妃定给你指一个好夫婿 我细细看着臣妃 她皮肤吹痰可破 岁月从未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难怪能以五女之身的皇上宠爱多年 实在貌美 我笑着硬了 却看向五皇子 远日坚果 五皇子的眼下有着乌青 眉头已经有了细小的皱纹 阿姐 可能还得委屈你 我与陈妃皆是不解地看向她 她坦然得像在说你吃了没 顾家被杀 湛北王这只老狐狸跑了 虽然我派人刺杀了她 可湛北军的虎符并不在她身上 北戎已经传来消息 有人拿着虎符在整理军队 所以呢 我低头摆弄指甲 所以我还要问阿姐 你在顾府这么久 怎会不知虎符下落 原来是兴师问罪 我当然知道虎符在哪 可只是告诉你我不知道 陈妃见五皇子兴师问罪 连忙推了推我 昭规 到底怎么回事 我露出一抹凄苦的笑容 旁人不知 母妃还不知我在顾府是怎样的情景吗 顾明朗她宠妾灭妻 又怎会让我知道顾家的秘密 见我如此 陈妃也露出一丝愧疚 连忙打人场 这是怪不得你阿姐 五皇子点点头 我没怪阿姐 只是占北军若要攻进来 我现在根基不稳 还需要借助北戎外力 陈妃惊讶片刻 又坦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会不踏碎我们的家国 阿姐 你多虑了 大梁与北戎历来都有和亲之举 自古便是如此 大梁如今不依旧安然无恙 自古以来便是如此 那便对吗 若不是祖皇帝又是宋公主 又是陪你两财苟延残喘 我大梁子民又怎会卖人卖女 顾家又怎会一家独大 说到底 不过是舍不得自己屁股底下的那把座椅 所以宁可牺牲百姓 也要稳坐其上 见我质疑 我的好弟弟生了气 你一个富到人家 哪懂朝堂的事 不过死点见名 就能换得大梁和亲海燕 这是他们的荣幸 而你只需做好准备代价就行 这就是那口口声声说 等我住他登基后 或我一生的好弟弟 不过和万千男人一样 自食甚高 徒儿凡儿 庆幸我不是真公主 更未对他抱有任何期待 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 很蠢 没什么好说的 我回到府中 代价 很快 圣旨下来 一月后送我前往北戎和亲 深夜 二皇子踩着星辰 踏进了我的公主府 他穿着小四的衣服 语气有些不满 有什么事不能让人转达 我脸上的家已经退掉 留下可怖的白色猪网状凸起 我闻着二皇子身上的二运 舔了舔牙齿 压抑住自己想要吸他二运的冲动 他还有用 我有运了 二皇子愣了 显然他没想到 这么紧急的关头 我告诉他这么一件事情 你知道的 我要去和亲 一旦暴露 你我都保不住 他咬了咬唇 明天我派人来给你堕胎 我捂着肚子 魏花在眼眶打转 虎符在我手中 我不想和亲 只想保住我们的孩子 他没想到 双方都在寻找的虎符在我手中 大喜 他摸了摸我还平坦的小腹 真儿 你真是我的福星 在得到他登基后 会纳我入宫的再三保证后 我像一个等待夫君的身归妇人般 将虎符给了他 二皇子来时一身烦躁 走时脚步都有力了许多 他一走 我就立刻让皮儿给我上绿豆沙 以为没吸到二院的火气 第二天 我乔庄去见了刘鸟鸟 自占北王死后 刘鸟鸟已经没了用处 齐燕竹将他扔到一个庄子里 自生自灭 我走后半日 庄子走水 去庄子养病的丞相夫人 不幸遇难 一个月越发近 我也越发忙碌 每日都去四处的庄子 容忽散心 五皇子因我即将和亲 以为我是想多看看大梁的山水 也没甚管我 他从来都不会觉得 我会背叛他 毕竟我还得依靠于他 和亲的日子还是到了 城门前 我要求五皇子背我上轿 暗于众人 他背上我 我将头放在他的耳侧 狠狠吸食他的二运 直至一丝也没有 上轿前 我说 阿弟 下辈子我还要当你阿姐 他以为我是临别前触景生情 毕竟和亲的公主 从未有活着回来的 也没在意 我刚上轿 就从腰间抽出匕首 紧紧握在手中 在喜庆的唢呐声中 忽然传来一声 有刺客 随后就是震耳欲聋的铁击之声 地动山摇 齐燕竹带着战北军来了 五仙台叫连 看见黑压压的一片 二皇子站在城楼前高喊 陈飞妖言祸国 残害战北王等忠良 五皇子不忠不孝 毒害皇上 若军策不清 大梁必定不平 风吹起二皇子的一百 依旧光风即月 三十万战北军 齐齐高呼 轻军策 轻军策 五皇子似乎早有准备 金吾卫将城南紧紧守住 二皇子下令强攻 战北军蠢蠢欲动之际 五皇子高举虎符 真正的虎符在这里 本皇子念你们被人蒙骗 立即放下武器 本皇子答应 饶你们无罪 战北军内开始骚乱 二皇子与战北军首领相视一眼 战北军首领高呼 二皇子手中是假的虎符 我要听他妖言惑众 动摇军心 杀 一时间 刀剑声音此起彼伏 我跑下轿子 躲在一个角落 看着双方厮杀 从白天杀到黄昏 所有人都红了眼 就在战北军吻压一头时 五皇子之前调遣的地方 军队到了 将战北军包围 二皇子见大势已去 扭头看见身着红衣的我 从一个士兵身上 抽出一把刀 横在我脖子上 放我们走 不然我就杀了朝规公主 五皇子愣了片刻 很厉道 五皇家儿女 岂可苟且偷生 为国而死 阿姐将名垂史册 不舍得用皇位换我就直说 扯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语 当真令人生怒 二皇子本就知道我 不是真正的公主 一时间也愣了神 在他愣神的功夫 有人一支毒箭射中他的胸口 他直直地倒了下去 随着二皇子的倒下 无数支利箭射了过来 战北军也溃不成军 二皇子他意料之外的败了 齐燕竹面如死灰 虎服是我给他的 和亲之日动手的消息 也是我告诉五皇子的 不然三十万大军 怎会进得来京城 五皇子打算一网打尽 这一战胜利了 五皇子松了一口气 命命整顿军队 安排完 五皇子打算回宫 忽然一群流民涌了进来 流鸟鸟带着数十万流民走了进来 他们手中拿着金铁制作的武器 边走边脱衣服 露出里面坚硬的台甲 十万金装军队 此刻包围了五皇子 流鸟鸟走到我身前 他的腹部微微鼓起 公主性不如命 臣飞大惊 五皇子怒吓 你要做什么 我拿起流鸟鸟递给我的剑 一把架在五皇子脖子上 说着我一箭刺进他的脖子 金铁打造的利器 立刻让他失手益处 鲜血喷涌 他可能到死 都不知道我如何藏了十万金兵在京城 这十万金兵 是当初借着顾明朗的名义豢养的 至于如何藏意很简单 藏之于民 皇家人看不起百姓 当然很好隐藏 我去了皇帝请殿 赏了他一个痛快 我登基为帝时 一部分官员以霸巢反对 他们以为我无人可用 不敢杀他们 可我已经杀上瘾了 霸巢杀 不为证 杀 杀着杀着 跑来一个故人 是当初那个老道 他告诉我 莫要再造杀孽 不然我也就不了你 我说 还没杀到你 你倒先找了上来 他道 一切皆是我的因果 当年你父亲救我一命 为了报恩 我给他指了一条升官的捷径 我的确妒忌你足天生的神力 事已至此 贫道指望你能停止杀戮 与你与我与这天下都有好处 罢了罢了 老道一番化解了我这么多年的疑惑 若说不恨是假的 可天下 如我这般的女子 还有千千万 我好不容易有机会 就遗救他们 又怎可因小事大 我因了老道 不再屠杀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老道走后 民间流传起了 我是天命女帝的言论 我趁着这股东风 朝贤那事 不局限难拟 其中最震惊的是 不知从哪里来的 数十个年轻道士 愿意入朝为官 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一时间 解决了无人可用的局面 我亲手杀的最后一个人 是齐燕主 在我登上皇位后 却牢中探望他 他身形已经勾搂 头发花白 见我来虽然不解 却还是十分喜悦 恭恭敬敬行礼 陛下 我俯视他 可知朕为何而来 臣不解 父亲在牢中 可曾梦见过李姨娘 他蒙了片刻 立刻反应过来 端向我的脸 你是真儿 我竟走了眼 我竟走了眼 毕竟爬到了丞相的位置 他很快想通了事情的经过 疯狂大笑起来 以后莫要走了眼 曾经我以为杀死齐燕主 就能解我心头之恨 后来我想通了 若想折磨一个人 死是最不值一提的 要灭了他的执念 让他每日活在 渴望而不可集中 于是 宫中多了一个 喜宫筒的太监 我也兑现了 对刘鸟鸟的承诺 将二皇子的尸体 给他让他带走 一月后 刘鸟鸟身姿窑窍地归来 跪在我面前 承愿追随陛下 为天下女子做个表率 好 很好 在我们的努力下 大梁女子 可以开女户 读书 做官 不必再抛头露面 我知道这条路很难 很慢 不过开了这个头 这个世间总会发生一些改变 大梁因为不再对北戎送公主 送银两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我要抓紧 去找些金矿 铁矿 抓紧练兵 这才是二运女的最终归途 不是为权贵加强权贵 而是为得用之人 赋予二运 藩外朝堂稳定后 找了个不上朝的日子 去后攻探望陈开飞 她毕竟是恩人的生母 想来恩人也想得到释怀 我穿着明黄的龙袍 头戴金簪 大大方方坐在她的面前 她看我的眼神很是复杂 有恨也有纠结 恨的是我杀死了她心爱的儿子 纠结的是养儿子 也不过是为了养天年 虽然儿子死了 可结果她还是安享龙华 陈太妃没什么想问的吗 我打破沉默 话音刚落 她扇了我一巴掌 双眼含泪 那可是你弟弟 你竟如此狠心 我抓住她的手放在她的胸口 她可曾当我杀姐 你可曾当我是你女儿疼惜 你们都是我怀胎时辛苦生出了的 我怎会不疼惜 我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她这样的话自己可信 我拔出头上的金簪 钻井 她吓得连连退缩 我露出一丝嘲讽 当着她的面 我将金簪折断 空心的金簪内藏了一张卷起来的纸张 我将纸条抽出来递给她 若你真疼惜女儿 并不会连亲生女儿都认不出 她接过纸条 缓缓展开 上面是三花小凯写的绝笔信 母妃 阿龟不笑 不能再尽孝 您就当从未生过我这个女儿吧 嫁给顾明朗 阿龟不愿你 我知道您也是身处身宫 身不由己 若弟弟不能坐上那个位置 我们可能连性命都没有 可女儿还是有些许不甘 想问问母妃可曾对我有过一丝亲情 您亲手给弟弟做鞋袜 说是她穿不惯工人做的 工人给我送来的小衣 被人下了药 浑身起了疹子 您只说我太过教管 把我抄了五遍女戒 您可知那女戒 我是哭得抄完的 我不懂为何弟弟可以穿您亲手做的鞋袜 我却只能在这孤零零的夜超女戒 生弟弟那年 我也不过五岁 您不分昼夜的亲自喂养弟弟 将我送到了沈达印那里 沈达印面上对我宠爱 每个夜晚都会用银针扎我的脚趾和大腿 我终于找到机会 跑去哭着给您告状 您却因为弟弟在哭 让人将我送回了沈达印处 后来您施宠 为我喝了下药的养乳 只为重新获得父皇的宠爱 您总说我是姐姐要亮的弟弟 所以您知道顾名郎喜爱灵虐 还是将我嫁了 其实我好羡慕弟弟 能有您这样好的母妃 那些被欺辱的日日夜夜 我都想得再忍一忍 再忍一忍 为了弟弟和您的生育之恩 我必须忍 可如今我命不久矣 母妃 我好难过 我没机会再忍了 我要解脱了 您的生育之恩 我报了 不再欠您的了 您若看到这封信说明 阿龟已经投胎去做别人的女儿了 您一生不义 愿您日后能够得偿所愿 再偶尔想起 我的时候会感叹一句 阿龟也是个好孩子 陈太妃看完纸条 双手颤抖 呼得将纸条附在面上 呜呜大哭起来 我不愿看着她的新兴作态 大步离去 早干嘛去了 非要人死才坠毁 后来听说陈太妃疯了 抱着个枕头嘴里不停喊着 阿龟 我让人好生照看她 一来全了恩人的孝心 二来让她永远活在这种痛苦之中 日日煎熬 五年后 陈太妃末了 我让人将她的事迹 感明换信写了话 本子留于民间 警惕重男轻女的家庭 我并不想重男轻女 或者重女轻男 我只期待能让大家平等 对待自家女儿 哪怕有一家受到警醒 也足够了 晚安